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 肯德基的後版的 麥當勞或肯德基 當時是會送玩具 肯德基他就推出了一個 肯德基送的電動玩具就是一個 肯德基爺爺 然後他肚子就是有開一個螢幕 看到這個狼狼之後就非常不散 有一家他有那個 還有那個電動玩具 一直玩一直玩 他眼神一直盯著我手裡拿的玩具 就把這個玩具遞給了 可能那個弟弟會比我更需要的玩具之後 我就很順利的出院了 那我希望現在我把它交給你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得到這個東西之後 很快的就可以出院了 哈囉各位我是傅林 那今天的要為各位就是分享一則故事 那有看過我前一部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說 就是我本身是癌症病患 我在民國九十年那時候 就是我五歲那一年 有罹患靈敗 對 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 肯德基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其實是 也是要回到民國九十年那個時候 因為當時就是我做完化療之後 很常容易生病 因為其實你有做過化療的人 就是他們身體又變得非常虛弱 因為化療就是把你身上 不管是好的細胞還是壞的細胞都會全部殺光嘛 所以說其實剛做完化療的人 就是幾乎是沒有抵抗力的 然後很容易就是生病 這樣一點點風吹炒動 就可能會生病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也是這樣子 就是常常治療完之後 然後當時我有就是有出院 就常常回到家 可能一兩天之後 就身體就不知道為什麼的又高燒 又有可能感冒 又有可能期待原因 所以常常就又要回去醫院 然後每次回去醫院呢 就一樣還是要住院做治療 這樣 所以我記得在當時吧 就是非常的反反覆覆 就是每次就是生病 然後回去醫院住院 然後住個可能兩天三天甚至到五天 之後就出院 然後出院回去一兩天 又高燒 又要住院 這樣 所以就是一直這樣子 翻反覆覆覆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吧 也是在民國九十年那個時候的 某一次的生病 然後回到醫院去住院的那段期間 然後 當時我記得那一次住院住比較久 對 然後就是 因為在民國九十年那個時候 好 非常流行 一個玩具 叫做 電動玩具 就是 當時的電動玩具 算是 我的記憶裡面是正要起步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到 沒有到現在 就是現在電動玩具很多嘛 而且現在手機就可以打遊戲了 當時還沒有 所以 當時算是電動玩具要正準備 就是要起步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 不管是麥當勞 還是肯德基 在那個年代 他們買的套餐呢 都會搭配玩具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 你小時候買的麥當勞或肯德基 當時是 會送玩具的 對 然後好像是因為這幾年 好像是 一些修法的關係吧 所以才沒有在 有 贈送玩具的 這個 方案 但是在民國90年那個時候是 非常非常的流行 就是這件事情的 那 民國90年 所以呢 當時呢 肯德基 他就推出了 一個方案主 就是 可能好像購買他什麼 套餐 他就會送一個電動玩具 這樣 然後 他那個 我印象其實還 蠻深刻 就是他那個肯德基 送的電動玩具 就是一個 肯德基爺爺 然後他肚子就是 有開一個螢幕 這樣 然後 然後下面有按鍵 你可以在那邊操縱 這樣 當時的電動玩具 還是黑白的 然後就是 還是那種 可能就是 什麼 摊死蛇啊 還是什麼 魔術方塊 還是什麼 我印象中還有一種 是一個小人吧 然後 他會一直前進 然後你要挑一些障礙物 那樣子 所以 但是 就是你現在來看的話 會覺得說 這感覺其實是 蠻無聊的 可是在 民國90年那個時候 是一件 對 對於我們小朋友來說 真的是 已經是一件 非常非常屌的一件事情 就是電動玩具 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想要 得到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記得那時候 就是因為住院的關係 然後 在病房很無聊 對 然後那時候我是住雙人房 這樣 對 然後 其實 這邊先大概跟大家 提一個 也是小故事分享 就是 我在住院 不管是打化療 還是一般的治療的時候 因為你不可能永遠都住單人房 對 因為單人房 第一個貴 第二個是 你不可能永遠都住那邊 因為我記得當時我住的醫院是會 輪的 會 就是會 會輪流 也要讓給其他病人的 所以說 就是 你一定會住到雙人房 對 然後當時其實我們也是跟 會跟隔壁的 病友吧 就是我們其實也都會變得好鄰居 就是彼此都會互相照顧 這樣 因為當時其實住院的時候 隔壁的小朋友其實也都跟我 年紀沒有差很多 有時候可能就是差個一兩歲而已 這樣 然後彼此的家人都會互相照顧 比如說 隔壁床的 可能 爸媽去買飯 那我們這邊就 爸媽看一下 然後 如果是我爸媽去買飯 那他們也會幫我們看一下 這樣子 就是 互相照料 所以通常我們住院其實會跟隔壁病床的 變成好朋友 算是好戰友吧 就是 一起 就是 對抗病魔 這樣 對 OK 然後再回到這個故事主線 好 然後那時候呢 就是 有一次就是 就是那一次的住院就住比較久 然後我就 很無聊 然後 然後當時就是又看到電視 一直在打這個廣告 然後打這個肯德基 然後多少 就送電動玩具 的這個方案 當時呢 我就看了 看到這個廣告之後 我就非常的想要 所以我就 跟我爸媽說我想要好 這個玩具 這樣 然後呢 然後當時呢 因為其實就考量到就是 我的身體狀況 還算允許的情況下 我們就跟醫院請假 然後因為醫院其實 只可以請假幾個小時 然後回去幹嘛 回去洗澡啊 回去拿東西之類的 所以當時呢 我也就跟醫院請假 只是說 因為當時 我治療的醫院 離我家 其實有一段距離 所以說呢 我們沒有回家 我們是跟醫院請假 然後去 就是去 附近 我們去找了 就是 當時有去找 然後大概找了 找了幾家肯德基吧 然後終於在 某一家 肯德基 然後終於有 還有那個電動玩具 因為前面的 就是要嘛 就是送完了 因為當時太熱銷了 因為畢竟 在我前面有說的 齁 在那個年代 有電動玩具 真的是一件非常屌的事情 這樣 所以當時就 呃 少不能找到 有一家 他有那個 還有那個電動玩具 然後就買了 這樣 就買了套餐 然後就得到那個電動玩具 然後就很開心很開心的 回到病房 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一直玩這樣 那時候真的是 超級超級開心的 然後我記得 我得到那個電動玩具 其實沒有多久 大概一天後 一天到兩天後吧 我就 可以出院了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就是身體狀況 就變得 允許出院的狀況 這樣 所以我就 出院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當時 我住小人房 我是住靠 內側的 就是靠 靠近窗戶那邊的 然後 所以等於說 我 出病房 我一定會經過 第一床的 病友嘛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 出病房的時候 準備出院 然後 準備離開 然後 正離開 走過第一床的時候 我們就是 就是會跟隔壁床的 家屬 道別啊 因為感謝這段期間 彼此的照料 也會跟我隔壁的好戰友 跟他道別 因為畢竟我們 出院期間都已經 變得好朋友了 都會聊天啊 這樣 然後就跟他道別 然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當時 就是 我手裡拿了這個玩具 然後我家人在外面推 我準備離開 然後就是 跟那個隔壁床 當時好像是一個弟弟吧 我就跟他揮手 就是說再見 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弟弟 他眼神一直盯著我手裡 拿著玩具 他一直看著我手裡拿著那個玩具 然後 我當下其實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 把這個玩具 遞給了他 這樣 然後 當下我爸媽其實 就是 還蠻驚訝的 因為 畢竟這個玩具是我 想要很久了 想要非常久了 然後 也是 好不容易去找 才找到的 然後 然後 沒想到我竟然就把他送給那個弟弟 這樣 那個弟弟很開心 然後他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 就是 開心的道別 然後離開 這樣 然後等到離開病房之後 在 回去的 車上 我爸媽就問我說 啊你為什麼要把 那個 玩具給那個弟弟 這樣 然後其實 說真的我當下 嗯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但是我跟我爸媽說 我就說 我覺得 可能那個弟弟 會比我更需要他 這樣 對 就是 因為其實 這是已經是在我 五歲時候故事 所以其實 細節沒有記得很清楚 但是 給他的這個動作 跟 當下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我還記得 這樣 所以 所以我 當下是 覺得說 我拿到這個玩具之後 我就很順利的出院了 那 我希望 現在我把它 交給你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得到這個東西之後 很快的就可以 出院了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對我印象 真的很深很深的一個故事 到現在我都 還記得 然後有時候 就是在路上 如果看到肯德基這個 招牌的話 我還會想起這個故事 這樣子 對 看到肯德基的時候 我想要寫這個故事 然後同時我也會 想著說 不知道 當時 那個弟弟有沒有 後來有沒有 順利的 出院 有沒有順利的 康復 因為其實 我們在 住原期間其實 真的認識了很多的 病友啦 應該說 戰友 這個認識很多戰友 那 當然有些戰友 可能 離不顧病魔 去做天使 那有的呢 就暫時在病魔 然後出院 其實 賴賴賴賴賴賴賴 其實也 從小也是看了很多 這樣 所以其實 也是想要透過這個故事 去鼓勵更多人 就是 不要放棄人的希望 然後 希望你們 就是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順利的去 抵抗病魔 戰勝病魔 好啦 那 這個就是我今天 跟各位分享的 肯德基故事 那 其實 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到現在其實 我還是會想起 看到肯德基的招牌 我還是會想起到 這個故事 甚至 有些想要知道說 當初那個弟弟 現在過得怎麼樣了 有沒有順利康復了 對 那 雖然說 住院很痛苦 生病很痛苦 但是在 生病的過程當中 遇到的 好病友 好戰友 甚至好家屬 也都是 讓我非常感恩的 那 這些故事也成為 我人生中的 一部分 所以其實是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 珍惜的 故事之後 會想到這 我相信呢 每個人在一生當中 一定也有發生一些 令你 感到印象深刻 或者 令你覺得非常 溫馨 甚至開心 甚至是感動的 小故事吧 那 歡迎你在底下 留言跟我分享 那 我是富林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 這個故事的話 麻煩你 一定要幫我按讚 然後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再幫我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 看見我的故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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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